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媒体提问时表示 相关报道引述美方官员的说法 称美国和中国双方同意 不会加征新的关税 但是美国不会接受 以取消现有关税作为谈判的前提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 中方立场明确 打贸易战加征关税损人害己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 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始终坚持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协商 来解决双方的贸易摩擦 在这过程中 要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 美方对中方的立场非常清楚 打贸易战加征关税损人害己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